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学长 您是新文化的棋手 您说说看 今天在座的当中 有哪一个因为是尊孔 他就是无德呢 我从来不认为尊孔即是无德 尊孔分为两种 一种是学问尊孔 一种是政治尊孔 这个孔子儒学 原本是春秋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流派 一种学问 博大精深 远远流长 是我中华文化的一脉相补 应该得到尊重 北京大学是中华的最高学府 讲授和研究 孔子儒学是应有之意 因此 我不反对对孔学有研究的人 来做北大教授 陈学长 我久闻陈学长是一位 表里如一的爽怪人 可是今天可有点名不符实啊 好 杂乱孔家殿 是你竹笔的新青年 竖起的一面大棋 还有你的麾下 比如湖南的一白沙 四川的吴宇 还有北京的李大钊 北京大学的前玄童 都是你的急先锋 在他们的身上 哪有一丝的尊敬孔府 和儒学的味道 一丝都没有 一丝不挂 好一个意思不挂 顾教授能赏光 越独我们新青年 倒真是我等三生有幸啊 不过顾教授好像 没太看懂啊 那新青年提出的 杂乱孔家殿 杂的不是孔子儒学 杂的是孔教的三纲以偿 我们反对的是政治纵口 不是学问纵口 众所周知 自董仲书 罢处百家 独尊如数起 这个孔子儒学 就变了味道了 就成了历代皇帝 统治国家的权术 愚弄民众的武器 所谓均为陈刚 父为子刚 父为七纲 窒息了国家的活力 祸害了民众的生活 阻碍了文明的进步 一句话 造成了中国的落后 这种孔教三纲 应该被砸烂吗 好好好 好好好 陈学长 真不愧为故意变大师啊 孔夫子离去已经两千多年 他与我们今天的政治何干呢 难道当今中国的落后 要让孔老父子负责吗 黄冠先生 没有问题 陈先生也太会诡辩了 就是 袁世凯复辟帝制 要做皇帝 这要拜孔教为国教 宗孔学为国学吗 这就是眼前的政治啊 封建礼教至今 还在统治着社会生活 奴役着人民的思想 难道这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吗 忠福啊忠福啊 你有些扯远啊 你的观点呢 可以到北大的讲台上去演讲 我现在要问你的是 你作为文科学长 你是否同意学术水平 是不是 我们聘任北大文科教授的重要标准 蔡公 恕我直言 不是我要演讲 是总惹我 蔡先生 恕我刚才不能同意你的观点 北大教授 第一位的标准 就应该是师德 你德性不够 学问再高 都不能做北大教授 教授为人师表 我们不能 找个坏人给学生做榜样吗 对 对 你说 众孔先生 你这有些过意矫情啊 那你说说看 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个是坏人 难道顾汤生他因为不赞成新文化 他就是坏人吗 你说 叶阳 蔡公 你不要误会 我从来没说顾教授是坏人啊 所以 我才把他列入了续聘教授的大名单吧 但既然话说到这儿 那我也坦率地告诉大家 确实有人提出过 不少人提出过 北大不能当成是保皇党的保护伞 陈中虎 你把话说清楚 谁是保护伞 谁是保护伞 谁是保皇党 说 谁是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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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坎先生 坐下来 我不坐 我说的 这是我的意见 我钱玄同就是不与挑两小手为伍 你说谁是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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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心里清楚 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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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的观点可以保留 但是你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 你同意吗 我听蔡先生 你听了吗 我谢谢多清先生的理解 不过呢 我要郑重地告诉你 你刚才谈的 品庸北大的教授必须得才兼备 这个观点是对的 北大的教授无得 那是不行 这是一个原则呀 蔡先生 我还有一根印象 你说 我认为 陈学长提供的教授聘人名单 条件太宽 门槛太低 比如说那个胡适 一乳秀未干的杨学生 还未毕业就来当教授 还有那个刘半途 五鸳鸯蝴蝶派的文人 格调如此之低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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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先站起来的让人 还喷我一脸 那不是后来 这不重要 钟伯乔 咱们得有点思想准备了 这北大马上就要成战场了 太宫改革 保皇党有增无减 这小心今后啊 喷你一脸让他们喷 这个我倒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 这青青年能不能起到引导作用 得多发掘一些人才才去 小剑 你在北京时间长 你想想办法呗 我有两个同乡 周树仁 周作人 你觉得怎样 好啊 大才啊 他们在哪儿啊 我这就去开会 你别着急 这周树仁啊 住绍兴会馆 我很熟 但是他性格古怪 最近还有点消沉 不愿见人 这样 我先去见他 跟他沟通一下 以免尴尬 你好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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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国山加油 守最高子龙 抗满国前城留守 太宫正义当 朝阳朝前当 金柳卡卡下面城 照达两三宫 下子买碗饼 五五将同前为后 叶湾湾 南方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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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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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犯 别害怕 快 是谁 告诫书谷巨大 今天 我们就要在这里 就以证法 以尽效忧 快 大学一下 快 大学院 快 快 大学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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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学要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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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有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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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刀下来 这后子就没了 不行 不行 这刀子 要不如打轻 是啊 这刀子也不如 不须黏进那刀块了 那是没啷酒 黄锤立钢刀 砍头如切钩啊 杓这么放着也不怕丢了 你怎么找到夥刀 找你就得来这儿 能不知道 博恩是在公还好吧 太工新官上任 精神都懂 博勃勤勤看着比你老兄 可精神多了 从哪里看出来 我不坚持 硬撒 你最坚持 这后边都乱成那样了 头都不回忆 真有定义 不看也知道是个什么情景 找我有事 有事 咱 先走边说 老板 昨来呢 是受了陈独秀的委托 好 想请你出山 为我们青青年 写作 青青年是个什么啥事 没听说过 青青年你都没看过 我跟你说 蔡公可是非常喜欢他 每篇必读的 你少拿蔡公说是吧 我现在躲进小楼 不问春秋 就三件事我办了 超股飞 极鹿金狮碑铁 教对古迹 别的手一代都不感兴趣 您要是来找我写稿的 就别聊了 你不聊了 这写稿的事情你再说 那 那你说 你天天抄这些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既然没什么意思 那你抄他再说 你不是消沉吗 不是消沉 是看不到前程 家室 博士 都一样 你才学你一遍这样 你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气冲牛斗的周树人吗 你知道现在什么时期 有人想努必努志 请那个小萱统 带出来当皇帝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 把自己圈在那个 字画的小楼里 你这不是消沉是什么 还跟我叫唤 假如旺 有这么一间铁屋子 绝无窗户 才是万难破火 里边有许多实睡的人 不久就要被冥死 然而从昏睡入宿 他们全然不知道 就要死的被人 现在 你也打扰一声 清醒这几个 较为清醒的人 但是这不幸的少数者 要去承受这无可挽救的 临终的痛楚 你倒以为你对得起他 如我嚷几声 能叫醒他几个人 你就绝不能说 他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我不管这些 玉彩 你不是个不理实事的人 这样 你先把这几本杂志 拿回去抽空看看 我着重推荐你们看两篇 一篇是《文学改良厨艺》 另一篇是《文学革命的》 我相信你一定会心有所动的 至于写稿子事情 咱们以后再说 怎么样 你要是答应请我喝酒 我就答应翻翻看 我就是来听你喝酒 广和巨岛就定好位子了 走吧 小心 小心腿啊 这就是奉命茶超 何止是奉命茶超啊 何止是奉命茶超啊 来 手上今天早上收到的 黎元宏过下了最后通牒 要贾盈立刻停砍 黎元宏把段祺瑞赶到了天津 又让张勋来挑起 康有为和日本驻天津司令 时光真臣 最近跑到了徐州 鼓动张勋给黎元宏施压 要解散国会 实行专职 他这是拿贾盈开刀啊 不是开刀 是要动枪啊 我不怕 现在关键时间 我们商量了一个对策 要让先生写一份和贾盈 脱离关系的声明 然后躲到天津去 但是先生不同意 我肯定是不愿意 贾盈是我办的 你们是我请来的 我得对你们负责任 您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还怎么对我们负责任 那个段祺瑞 手握十万总兵 不还是被黎元宏赶到天津区的 您躲到天津区不丢人 我在这儿 黎元宏还会有所顾忌 可是如果我不在这儿 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对你们下手 张勋在徐州杀了多少革命党 他可是马上就要来北京了 那秦烟区 你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 贾盈是不可能再办下去了 停看 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说 我同意守长的意见 贾盈不能停看 秦烟区 你必须撤 我也同意 秦烟区您是社会名领 您走了他们不会多往怎样 况且高压之下 我们总不能都让走 那你和一涵怎么办 你以为我离开了这儿 你们就没有危险了吗 我今天来 是带着聘请书的 正式聘请 李大舟 高一涵 为新青年的同仁编辑 新青年现在已经搬到北大了 只要你们两个接受了这根聘请 就算是北大的医院 明正眼神 还有 上次文才跟先生说好了吗 过了秋午就让首长 去接替你在北大图书馆主任职务 新金都淡了吧 是啊 一百二十块大样 对吗 对 这不都安排好了 您觉得行吗 就怎么办 好 那谢献兄 你就赶紧收拾行李 先撤 我觉得 首长也得出去避一避 前一期段你发表了文章 火力太猛 那个张勋真的把你给盯上了 这次林元宏请张勋进北京城 听出他的辫子军 已经濒临成效 没错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俩先坐下 总副兄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怕 我还是那句话 前段时间呢 我已经会河北老江 把我们家都安装好了 我自己留在北京 如果真出什么事 我就当第二个塔子头 那可不行 新青年 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 不可能没有李大钊 郑副兄啊 现在国家这个形势 你那个新青年还变得下去吗 恕我直言啊 你那个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口号 不能再提了 首长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确 那个口号不合乎中国的实际 你糊涂 你糊涂 首长 我一直认为 你明事里小局势 怎么能这么糊涂 你东西 首长 在方兴为爱的新文化运动中 李大钊通过他编辑的假银日刊 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相呼应 发表大量文章 集中倡导民主主义 猛烈抨击封建主义及旧文化旧思想 和陈独秀不同的是 李大钊不回避政治 对当时的政治制度 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研究 在社会革命家的道路上 自觉实践 社会革命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 现在调整齐的饭 推出租高 写件 我费也会走了 你不费也会 已经 been impeduted 大家 大家 一费那大 travail 坐下说吧 新青年在北大实行同仁编辑 这事一直也没有明确起来 最近呢 因为学校事务太多 这个很难维持 主要是靠德钱啊 办农啊 他们过来帮忙 那我们商量了一下 我觉得新青年同仁 还是得依靠北大 所以我们想请蔡公您鼎力 促进两件事情 新青年呢 理应是新北大的 形象代言和移民旗帜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尽管说 蔡公 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份 新青年同仁编辑的名单 好 请您过目 好 陈杜秀 李大昭胡适 前线中是万能无力 高一半生一年之处 连不得都是这些 新文化的顶尖人物 太好了 不过就是胡适 不是还在美国吗 他能同意 跟新青年的这个同仁编辑 这马上毕业就回国了 所以他到北大任教的这儿 还是请您要尽早地订 对 不是 他聘任北大教授 这没有问题 就是其他的人 你们都沟通好了 都沟通好了 你坐下说呗 我 我坐不下 沟通好了 但是还有一些人需要呢 再做一些工作 像周树仁 您不是跟他很熟吗 周树仁我和他很熟 他的事我来做 嗯 你不知道 周树仁呢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 就是心盘 过一点时间就好啊 这个人啊 是绝不会自我成本的 中午啊 我刚才看了你这个门单 很好啊 这些人都要参加星期年 那星期年的力量可就大了 所以啊 需要把这些人 尽快地招到北大呀 对 蔡公啊 他们虽然都在这个 教授名单里 嗯 但是聘认起来确实还是有一定阻力的 没错 所以我们想请蔡公您尽早决断 另外 能不能明确新青年 就是北大的刊物 这样也能便于我们推广和发行 这样也更有全温性 坐下 来 坐下 坐下 你们也坐下 坐下 中午啊 这个事情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呢 得按批词 按图庆的加以解决 你不要着急啊 我看最着急的 应该是刘班農 可以先聘他为预科教授 但是其他人呢 得按程序来 我得给你提个行政策 你不要给人一种印象 说你陈独秀在搞穿穿活活 至于新青年 我看还是放在你家比较好 不要以北大的比较 这样呢 我们更主动一些 当然 同人编辑实际上都是我北大的教授 这就说明 青青年实际上也是我们北大的吗 你看可好 蔡公 我确实有些着急 之所以着急是因为 一 人手不够 二 局势不稳啊 蔡公 这黎元洪大总统能做几天 谁也不知道 一旦局势有变 北大在风口浪尖上 旧势里随时有可能翻盘啊 未与筹谋才能临危不乱 没错 东叔啊 我看你过必 袁迟海之后呢 一决 时局不稳 战局共乱 但是总的形势还是稳定的 林元洪惦请张勋来军 进行调和 就是要换和嘛 所以各位啊 不要棋人有天 蔡公 我可是听说 张勋的辩子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是 这康有为也是他的做上课 马上就要进京了 蔡公 还有人说 张勋在和紫禁城联系 他想要进殿朝进 而且这个顾洪明 最近也是格外兴奋 到处散步 马上就能见到皇上的消息 咱不能不妨啊这些都 蔡先生 蔡先生 不不不 这跟大家说你话 不不不 刚才 汪大谢先生来电话说 张勋的辩子军要进城 而且 康有为已经化妆进城了 让您赶紧回家 看来要出事 晚了 就走不了了 您看看 太过了 那大家还是赶紧回家 明天看情况再说吧 那我一会一会讨出 出事 我一会讨过 这我来根本是 我一会讨好 我 nauseю 我好 怎么 我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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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